亲民时节 雨纷纷 悲伤彩蛋来升温 观众老板大家好 这里是杨阳君 欢迎回到我的游戏彩蛋和细节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比较应景 我们来聊聊那些感人泪下的悲伤致敬彩蛋 以及其背后的人物角色和生平故事 今天第一个彩蛋 我们聊聊赛博本科2077 这是一个粉丝投稿的彩蛋 来自B站的小伙伴 云南雷天号实名上网 同样还是来自北向区的古灰坎 这里之前讲过许多彩蛋了 大卫啦Rebecca将啦等等等等 听他们讲的则是左边靠后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麦克风图样 下面写着一行小字 米沃哥斯特雷泽克 他的声音永远慈祥 雷泽克是一名波兰的配音演员 在2077里负责老维的波兰配音 而在乌斯山里 则是负责维奇米尔的波兰配音 除了游戏 老爷子还参与了许多电影的配音 比如辛普森一家里的 河马辛普森 还有迅龙高手 星球大战原创三部曲等等等等 是为可爱慈祥 又非常敬业的配音演员 在2018年的时候 被诊断出多发性骨髓流 随后在2021年12月14号离世 享年60岁 值得一提的是 波兰蠢绿后面开发了DLC 往日之营 在征求老爷子家里人同意和许可之后 利用AI配音 重新创建了老维的音频 波兰蠢绿的本地话总监 这样子说道 我们不打算找已故的演员的替代者 我们不喜欢这种方法 因为雷泽克是波兰最好的配音人才之一 而且他的表演非常出色 老爷子一路走好 讲完了新游戏的彩蛋 我们聊一聊老游戏 使命召唤黑色行动3 这是T组开发 动视发行于2015年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了 让玩过的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印象 彩蛋来自社区地图 僵尸的召唤 是的 你们有听出这张地图 是第三方MOD地图来的 是黑色行动1里同名地图的重制版 谁 这样僵尸地图啊非常的有特色 因为我们全程都可以和传奇导演 人称僵尸之父的乔治罗梅罗 很来捉迷藏 游戏一开始一到闪电劈下 老爷子变成僵尸boss 从冰水池里走出来 一开始啊还是不要去惹他的好 彩蛋在船的三楼这里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稍等片刻 就被弹射起飞 来到对面的灯塔这里 不管是一代原版还是三代的啊 都是如此 但是三代里的这个啊另有玄机 我们先拿到一个脚盘这类的东西 接着啊放在弹尸王角落这里 再去打开电源 最后回到这里才能触发 接着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飞了许久 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 一个神秘的冰窟 这里啊有许多海报 当然都是出自僵尸之父 罗梅罗子手 在2017年7月16号 患有肺癌的他 在睡梦中逝世 享年77岁 这或许啊是最近几年 见到的最唯美的悲伤之境彩蛋了 第59个彩蛋啊 我们聊聊未转变者 这是一款已经有十年历史的上师生存游戏了 有点像啊枪械版的硬核我的世界 而且我非常喜欢啊 之前也讲过不到彩蛋和秘密 今天来讲一个最近啊 才更新的彩蛋 竟然啊藏在了教学关卡 教学关卡啊 原本是封闭的类似迷宫一样的设计 不过我们可以凭借着高超的跳跃技巧 走出迷宫 可以发现啊教学关的位置 竟然是一个小湖 不过这些不是重点 我们上岸之后一路走 就可以找到一个类似信号塔的东西 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台电脑 以及一条写着去吃饭了的记事本 这是游戏开发人员留给我们的全部内容 而就在去年的更新里 信号塔下面多了一个相框 趴在地上仔细看 上面写着啊假石膊 Jasper 2006年到2023年 这只游戏人啊 是未转变者作者 赛克斯顿的爱猫 假石膊于2023年7月4号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想念啊17岁 也算是游戏人里的长寿猫了 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猫 我们很幸运 可以让它担任SDG的首席昆虫猎人 赛克斯顿啊在推特上 如此说到 周五的时候 它被诊断为猫船府 健康情况啊急剧恶化 收医建议我们实施安乐时 我们在家里进行了最后的步骤 所以啊 它平静而安详的睡着了 带着我们对它深深的爱 其实啊 除了教程关卡 我们在很多地图里 也能找到这个照片 比如俄罗斯地图的港口建筑的二楼这里 类似书房的墙上啊就有一张 说完了猫猫的彩蛋 我们聊聊狗子的 游戏是发布于2018年的震荡防卫室 那我们来到雪山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 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名牌 这些或许是在纪念开发人员的亲朋好友 不过这也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在一片山林中啊 藏有一个山洞 极为隐蔽 极为难找 惊动一看啊 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是一块名牌 以及一些小花小根栽 上面写着永远铭记马蒂 2001年4月至2014年的10月 为什么我会爱狗狗们 地上还有一包狗粮以及狗子的照片 或许这又是一名游戏开发人员的爱权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游戏里被人铭记 第61个彩蛋 我们聊聊冷门游戏 叛乱 这是硬核像啊 传统题材的敌人称射击游戏 发布于2014年 Steam特别好评 有近9万条好评 叙说拍摄沙漠风暴也还不错 可惜啊 开发商似乎已经解散 这个系列或许就止步于此 当我们在坎达加尔这张地图 就可以找到啊 这样的肖像照片挂在墙上 但是有且仅有在围城这张地图上 我们通过飞行模式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这个有两张大排档凳子的阳台后面 墙上写有这名少年的名字 以及年份 托马斯 雷内里 这名啊贝拉尼大学的预科学生 才华横溢 善于交际 乐于助人 之所以老师和学生眼里 非常友善 非常有艺术气质的好同学 他组建了学校第一个计算机动画俱乐部 甚至还在皮克斯3D动画大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他也是叛论啊 原魔属团队的动画师 负责动作捕捉等工作 在莫德界啊 小有名气 然而在2006年 思阔谷的一次滑雪中 托马斯在一条热门滑雪道上转弯后 发生了滑雪事故 不幸身亡 年仅16岁 简直就是天度英才啊 在游戏叛乱里 多张地图都加入了托马斯的肖像 以此来纪念这位才华横溢 前途光明的少年 这就是小众游戏里的小众悲伤彩蛋 那现在就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聊聊微软的光环无线 这次发布于2021年的敌人称射击游戏 33超多 Xbox游戏工作室发行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战役还是多人游戏 总体来说啊还是蛮不错的 光环无线里的彩蛋也蛮多 质量也高 今天我们讲的 则是一个显为人知的致敬彩蛋 在战役里 我们可以来到一座宁静的山峰 登顶之后 可以发现这里非同寻常 有一些古老的先行者建筑 小水池 以及遍地的红花 中间的建筑 针对着巨大的折塔环带 靠近而仔细一看 中间类似石碑的底座 刻着神秘的符号 而这些符号 则是先行者的字母来的 破一之后发现是字母J和H 原来这里资金的是 343工作室的技术美术主管 严师豪奇 他是一位有着20年游戏行业经验的资深人士 是西雅图技术美术圈子里 深守喜爱的一员 严师以其阳光的性格 和乐于帮助同事而闻名 在2023年3月29号 不幸离世 留下了妻子奥莎 女儿奥利维亚和儿子芬恩 最终也没能看到 《关怀无限》的发布 享年46岁 第63个彩蛋 我们聊聊 给他爱我 那就我盘点过这么多的彩蛋 没想到还漏了一个 讲什么呢 讲墓园里的一张凳子 墓园里的凳子大都这样 普普通通的没什么特别的 上面或许会有涂鸦 当我们来到墓园小山坡的最上面 这里有一小块空地 山大长凳 工人休息 秘密就藏在中间这张长凳这里 仔细看你就会发现 凳子中间有一块名牌 上面写着纪念克里斯 爱德华兹 克里斯是阿星的高级艺术家 参与了多款 狭盗猎车手系列游戏的美术工作 在这之前 克里斯还是一款虚拟游戏 第二人生的先驱者 这些款扮演居民的社交网游 好玩的是 克里斯在第二人生里 找到了自己的老婆 两位修家就是这样 惺惺相惜 从网络世界走到了现实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一小段来自英国 关于第二人生里 他们俩的纪录片 在2014年的某天 克里斯在睡梦中离世 享年44岁 于是阿星便在墓园的这张长凳上 加上了一块致敬克里斯的名牌 细的地方在于这张长凳 竟然是无敌的 不管长枪短炮都不能伤其一分 任何子弹也不会在名牌上 留下弹孔和痕迹 不愧是阿星 好了 终于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我们来讲一个粉丝投稿的彩蛋 来自B站的小伙伴 查卡炎湖城 游戏则是来自那个不能直播的游戏 彩虹6号围攻 之前我们也讲过主题公园里 游戏机上至今去世玩家的小彩蛋 这些方面预必还是挺良心的 今天我们讲的地图来自总统专机 这张地图 当我们从飞机屁股走上来 下楼梯来到这个门这里的时候 注意看右边墙上这里 货商直走的牌子右边多了一块金属名牌 麦克尔 Kickstar 斯托克利 是一名彩6的职业选手 后期转型为解说员 是一位阳光向上的帅小伙 为彩6社区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 然而天度英才 在2021年10月11号 麦克遭受车祸突然离世 年仅24岁 整个社区都陷入了悲伤和震惊 欲逼身材推辞了北美联盟比赛日和转播 麦克在直播的时候说飞机是他最喜欢的图 而且他第一次武杀就是在名牌的位置拿下的 我们一起 接下来我们用彩6游戏设计师 艾米利安·美洛特的一段话 来结束今天视频的讲解 彩6里头最聪明的人离开了我们 这是无法想象难以理解的 想到所有的这些回忆 我干到 空虚 他对我们共同的激情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麦克 彩6将永远不一样 我都欠他太多了 我都欠我的贡献 这些回忆 有什么贡献 也感谢 我都欠他 得好 我agles